手游酷玩 由于我现在的血量不是很多啊 也不算啊 只是没有满血 然后这个人也是有点嫖 他跟我的队友在这不断的挣扎 但是没啥用了 完了 这右侧有人打了我一下 那说明他的队友呢 复活在了右侧 然后选择从 他放的这个复活地点去往前面绕 其实这样的话呢 有点危险 因为一旦他的队友有人复活 完了 上面被人看了了 然后也是带走一个 再是我 上面这个人呢 也是直接叫我击杀 我开始是想从他家复活地点去绕 背后去偷袭他们 因为我现在身上有两颗手雷 然后我没有想到 他的队友啊 直接将我啊 在桥上就被发现了 我没有想到 我刚开始以为我能一直在前面混着呢 完了 看着对面人了 我扔一颗手雷 然后这个手雷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这个手雷炸的时机有些晚了 没有办法 这个手雷毕竟不能提前引爆 哎 又看到一个人 打了两枪之后 这个人撤了回来 然后我先稍微注意一下他的地方 哎 这个人什么情况 他为什么选择直接爬下 大家在玩一击模式的时候 不要直接爬下 这是一个比较 错误的做法 这是对面的人 我以为是我对的 先稍微小心一点啊 因为 我家现在是22比16 但是 只是相差6个人头 如果打出来两个食物呢 对面也是完全就可以将人头拉回来 所以说优势没有那么大 减长一颗手雷 也是从别的地方开始绕 因为这个地图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说很多人都要不明白这个地图 然后弄完手雷之后呢 这个人也是直接向我带走了 完了 这个人怎么出现在这了 嗯 有点难受 但是我的队友呢 还是比较给力 我家现在人头相差 已经是不多了 被拉回来了 我家也是 一波打成了28比23啊 直接拉下5个人头 和刚开始相比的 拉下人头更多了 但是 对面追赶的速度 其实挺快的啊 拿下第29个人头之后 已经是相差6个人头 现在不能死 然后从后边切路 然后将对面带走之后 又出来一个人 呃 其实这个地方是我自己失误了 因为我刚开始滑回去的时候呢 我打死一个人 我就应该直接继续开响 然后考虑到 我子弹射速太快 然后以次性能打出来 子弹太多 我怕子弹不够 我就没有 去选择继续开响 而选择撤退 然后没想到这一撤退呢 直接 把自己完全暴露在对面的 视野当中了 现在呢 也是 再次选择和队友 走一个相反的方向 因为 我其实这把就相当于一个 去偷袭对面后排的人 然后也是靠我的队友来 帮助我完成收割 然后打了后几枪之后 发现没什么用 但是呢 由于我死之前 扔了一个低炮手雷 那个手雷就在我的脚下 他们来 打死我之后 然后来找我的时候呢 也是直接被手雷炸掉了 只要是看一看 我的队友是怎么选择的 我的队友抱团呢 哎 这地方怎么这么多人 我打死一个之后 我的队友 接下来选择 去跟他们硬高 哎 我刚才那个位置怎么 他们在那个炕台上 一下炸了三个人 我没有想到 确实是我的食物 完了 37比36 现在人头也是 被拉回来狠我了 38比36 那我们再打死两个人就可以了 然后果然 我看到了另外一个人 直接将他击杀 击杀完事之后 跟我的队友 不用 我的队友 直接拿下最后一击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今天也带大家游戏呢 依然是和平精英 如果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收割 感谢您的 本次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